哈喽大家好 小的来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户外小实验 在户外 你是不是遇到过 你的主灯突然没电了 或者是当天用电比较凶 你仅存的电脂 够开小亮度维持久一点 可是你又想要亮一点 马好又要马不吃草 这么冲突的事情 做得到吗 正好我看过 名侦探科兰有一集是这样的 这里这么暗 光靠手表上的电筒 很难看清这里有什么 那你们先把窗帘拉起来 啊把窗帘拉起来 那不是更暗了吗 听我的快拉起来 拉好了 接着你们有谁 带矿泉水和牛奶了吗 我有带矿泉水 我包里刚好带了牛奶 很好 你们先往水里倒入一点牛奶 然后把它摇鱼 牛奶也不用倒太多 啊难道要喝这个吗 然后把那个矿泉水瓶 放到手表的电筒上面 哇好厉害啊 真的非常亮啊 感觉很神奇哦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 到底有没有用 我的主灯没电货故障了 我只剩下一个 EDC生存灯 就靠你了 我来试一试 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是远光灯 感觉那边有东西 听到那边有稀稀缩缩的声音 就在这个数字后面 我愿意不会是打老鼠吧 这可是它没有尾巴 等一下它又回来了 它鼻子是尖的 真的和兰薯又有一点不像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而且它一点都不怕光照 很淡定 不管它 我们继续实验 增光束 首先你要拿出一个透明的空瓶子 像这类我们有时候会装米 装饼干的小素雷罐 或者是喝完水的矿具水瓶 哦 当然 如果你的水壶刚好就是透明的 比如说像这样浅色透明的金融水壶 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喝完的牛奶不要丢 加水进去冲一冲 倒下去 在集中光上放上水壶 嗯 怎么好像没有很理想呢 试一下这个平底罐 哇 有亮哎 整罐谁在发光哎 我们看这个时候桌面是黑黑的 亮了 而且我发现 好像架在某一个高度的时候最亮 下折叠炉上 哇 有哎 躺着也不错 水壶再放一下 未装满的水中上往下照也可以 适当的调整距离和角度 可以找到最亮的光线 我的主灯电力不够了 就把它调小一点 放到罐子上 扩散灯的效果如何呢 有一点点增亮 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不过它有彩色灯光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哇 灯和水柱都在变换彩色光吗 噢 增光术是什么原理呢 这样你忽然遇到这类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我听到小伙伴们在问了 这两个灯没有介绍给你们 好吧 我来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迷你生存灯 掌心大小 多段灯增亮长按循环调光 紧急时双按就是最亮眼光灯有五百六名 千万不要对眼睛会亮杀眼 上面有个钥匙圈扣 也可以别在钥匙圈上 轻轻一转 之后可以从钥匙圈拿下来 尾巴处有磁吸功能 可以吸在任何的金属上 比如折叠炉 增高照亮范围或桌子上 也带有一个活动的夹子 可以别在上面 夹衣服口袋或背包背带或腰带上 或多功能帽上 如果夹帽颜上请注意一下角度 不要用光线刺到眼睛 详细数据我会放在片尾 再来说说这颗灯 这是北方的水球灯 都叫水球灯了 那就是可以漂浮在水面的灯咯 支架的设计很有巧思 除了收纳方便 还可以站起来 平时在营地使用 随意挂着装饰就很可爱 也能拎着走 更有八色氛围灯 我常放在桌面当主灯 因为是球形 光线不会只有向下 还可以向周围扩散 光线是全面的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增光束的水不要喝下去 可以倒给植物提供营养 免费浪费 测试下来 牛奶放入的浓度比例 容器造型 光源方式都会影响亮度的效果 增量效果可能在户外空旷的关系 没有在卡通片里面的光亮一式的表现 但可以当应急使用的方案之一 如果在天幕下 火帐篷里应该会更亮 有机会的话 大家也可以测试玩玩看 把任何不可能及可能拿出来尝试 你会发现一片新天地 要舒服自己的想象空间 每个人心中都住有一个小客男 提供给小客男们一个参考 那么各位小客男们 我们下期再见 本频道是户外记录 创意手作 装备分享 希望与各位交流露营心得 喜爱户外生活的你 记得关注哦